看美国学习生活点滴 原美国名校梦想 本节目由美国文美教育集团冠名播出 整个的节目过程当中 无论你是学生还是家长 都有任何的美国声学教育问题 都可以给我们留言 我们的嘉宾也会尽量解答您的问题 文美集团是享誉美国的华人教育集团 藤校申请大满贯 他们20年只做一件事 那就是为在美的华人子女 提供大学申请及规划服务 全美12家办公室7天营业 万博士领衔的硕博顾问团队 尽心为华人子女提供最专业 最诚信的教育服务 欢迎大家扫码或直接搜索 关注文美集团的微信公众号 美国文美及时了解 最新最全的美国声学资讯 如果想跟文美的客服互动 请在节目播出期间 扫描屏幕左下角的文美客服二维码 或者直接搜索微信号 文美集团的全拼音添加 小红书也可以关注并搜索文美集团 文美的咨询热线是 18888-789-0942 那么今天在我线上的 依然是文美集团的教育总监万博士 万博士好 主持人好 欢迎网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好的 那么下面进入我们今天的第一个主题 这个美国名校 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打分系统 那么请问万博士 我们知道这个分数这个东西 其实对于进名校来说 进所有的这个大学的申请 其实都挺重要的 但是好像是这个美国的名校 会有自己的一套打分系统 是跟我们平时认知是不一样的 是这样吗 对的 其实今天这个话题 跟大家分享 也是考虑到这一点 因为很多情况下 我们的家长容易走极端 要么觉得是我就通过一个特长 我就能进名校 要么觉得就是我什么样各方面 我都要每一个项目 我都要做到极致 那么所以在这种情况下的话 其实都是犯了同样的一个错误 就是对美国的整个的这个录取的整个的侧重点 一个衡量孩子的一个标准的一个把握 不甚了解 那当然也有一样的 也有这样的家长很聪明 他会问我们这样的问题 那这个难道就是只是凭借招生官的一时的自己的兴趣 是吧 包括咱们之前分享过几期这个招生官的一些访谈节目 那么他们在他们看来好像真的就是说 通过某一两个孩子比较有特点那就录取了 其实不是这样的 尤其是在我们父母这一辈是经历过中国高考的这些移民家庭来说 更是这样 那么这个分数其实如果要让他公平 其实分数就是真的是很重要的一个方面 当然了没有任何一个大学他有一个相对全国的统一标准 也没有任何一个大学他会非常僵化的 只是去遵守一个所谓的一个打分标准 那么更多的学校的话呢 他是有这样的一个灵活度 我可以根据每个孩子自己的一些实际的一些特长 我来进行这样的决定 也就是说招生官的权力还是很大的 但是与此同时也有一些招生官相对来说 他是比较遵循了一些学校的评估的标准 那当然今天我们跟大家分享的这几个计算公式呢 也不完全说是某一个学校 某一个具体的专业的一个具体的一个评分 或者说是你如果按照这样的一个标准去做 然后你就一定能够上到某一个大学 我建这里要声明 那么也没有任何一个学校曾公开宣布过 他们的这个评分体系和评分标准 那么更多的话呢 是通过我们跟一些招生官的交流 通过我们历年的一些申请的一些经验的一个综合体 那么这个分数本身的话呢 可能价值不是特别大 但是它的价值在于说是通过让你看到它的一个权重比 让我们能够更加具体的在指导孩子 在做规划的时候能够知道重点 次重点能够有一个权重的分配 我觉得这个对于我们的家长省一些时间 或提高一些效率达到一些更好的效果 我觉得还是有很大的一个指导意义的 所以今天和大家分享 那么首先烦请导播分享一下 这个我们的第一张图 那么第一张图的话呢 这是一个综合图表 综合图表的话呢 大家看看它分为基础项目和增值项目 那当然后面呢我还要跟大家具体展开 首先的话呢第一竖栏是这个叫考察项目 这个考察项目里边它有你院校 有课程难度GPA年级排名语言成绩 SAT荣誉学者文书推荐性课外活动 少数民族体育特长是不是 然后超级录取啊 后面我会讲什么是叫超级录取啊 那么这些分数啊 大家看权重比最高的几项是什么呀 第一是体育特长 第二是定列第一的超级录取啊 这两个都是18% 然后就是课外活动 然后就是SAT 然后就是GPA 课程难度是吧 这个是占到其次的 那么你通过这几项 其实跟大家之前 万老师跟大家反复强调的也差不了太多 因为体育特长占到18.51%呢 这个是一个可遇而不可求的东西 如果你没有体育特长 那你就直接把这18.51%删掉就好了 那当然这个体育特长的话呢 也不是说从今天开始 咱们就鼓励你搞体育了 是吧 我带过很多体育特长生 说实在的 我觉得搞体育比搞学习累多了 对 你真的有这个拿冠军的那种 努力的那种劲头 你去搞学习 我相信你也没有任何问题 对对 是不是 对 所以呢 真的是这个体育是一个可望而不可及的 一个事情 但是如果你有 那当然在你的整个高中申请里边 你有非常大的加分作用 但是 那我们搞体育的家长 你也要有一个清醒的认识 你光有这18.51%也不成 也得看你是有多厉害的 像谷爱玲一样拿到一个奥运冠军 就直接搞定了吗 对不对 那你看你只占18.51% 对不对 你后面其他的 像这些个小的分数看似不起眼 但其实各个也都很重要 那这里边第二重要的是什么 这就是万老师反复强调的规划里边 最需要规划的东西 其实就是课外活动了 往往我们接触的很多孩子 学习成绩都是非常优秀的 全A的 是吧 SAT满分的 之前大家有一期节目还记得吗 18门一批课的孩子 对不对 所以学习成绩的这个东西 反而是他只占到了 GPA占到了9.26% 那么课外活动 是占到了一个非常大的一个比例 所以这个课外活动的规划和准备 你适合什么样的项目 包括还涉及到你专业的这些选择 都是非常重要的 你看这里边 万老师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记得 记过有一期节目 我跟大家讲过 我说领导力特别丰富的孩子 往往在文书方面 没有那么在意 往往是那些什么活动都没有 成绩也不行的那些人 甚至把全部的精力都放在文书准备上面 甚至说 万老师你这个文书不行 我得再找八个教授帮我孩子改 这个文书就决定了 我们家孩子能不能考上大学 甚至说我们家孩子上不了好大学 就是因为文书写的不好 你看看 文书占百分之多少 百分之二点三一 百分之二点三一 所以我之前跟大家讲 如果你的课外活动 咱们中国还是那句话 巧妇难为五米之吹 是吧 如果你的成绩够棒 你有足够的特长 你活动领导力项目很多 那你这个文书还筹写吗 不筹写 我的感觉就是越综合实力强的孩子 在文书方面跟我们的沟通运作 更加的顺畅 反而是那些什么都没有的孩子 是越是着急 越是觉得这文书怎么着都不行 我得找八个教授改都不满意 为什么 因为他确实是没有什么可写的东西 所以他就越是担心 越是心里没底 反而是如果在高中四年里边 你有丰富的课外活动 有丰富的领导力经验 对应着你申请表里的每一个项目 你反而就踏实了 所以你看他这个只占了2.31%的一个比例 那SAT SAT一直在强调 咱们上期节目还在讲SAT 它的比例还是高达11.57% 所以我再次强调 没有任何一个学校说我不要SAT 对 没有任何一个学校 他们说的从来都是 你申请我们学校 如果你没有SAT 你也可以申请了 你自己决定要不要申请 对 对 我再次强调这一点 你看这个比例 非常高的比例 还是占到了11.57% 如果你家孩子的GPA 不是特别理想的话 那SAT就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方面 当然这里边还有一些特殊加分项目 怎么美国也找关系了 什么父母关系 家庭地址 这什么意思 这个父母关系 什么意思 校友 捐款 是吧 这些也是可望而不可及的这些东西 那么家庭住址 家庭住址 家庭住址要看你们家的ZIP Code 你们家这个区的犯罪率 你们这个社区怎么样 所以我说宁当鸡头不当凤尾了 很多我们家长 就是说我为了卷 卷的说我进最好的高中 你进最好的高中 你问问你这最好的高中 一年能出几个哈佛耶鲁斯塔斯 你去那当个凤尾还是去当个鸡头 其实是不太一样的 这个咱们之前的节目 我估计有段时间没讲了 我觉得之后可以再跟大家分享 这个美国的鸡头凤尾论 这个我记得在三四年前咱们讲过 这个鸡头凤尾论 教练争章 那当然跟是体育相关了 极特殊的咱们就不讲了 你说你是总统的孩子 你是州长的孩子 那是又有关系在里边了 当然不是说州长去搞关系去了 州长不需要搞关系 那大学 我上次节目讲了 斯坦福哈佛 他在寻找什么 在寻找未来能当美国总统的人 未来能当科学家的人 那州长家的孩子 他就是有更大的可能当州长当总统 那这样的例子举不胜举 美国的很多政治家族 是吧 都是父亲是政治家 那孩子也是政治家 所以这是非常普遍的 因为他有丰富的政治资源 而这个资源并不是 就一定是贿赂 是吧 所以呢 这个这张表格 我就跟大家分享这些 接下来的话 我还要跟大家再分享一些 具体的一些细节 一会儿跟大家讲 好的 这个非常重要 大家首先要对这样的一个分数 还有它的分布 它的分门别类 有一个大概的概念 今天也谢谢万博士 来给大家这个讲的这么具体 那么所以大家有任何的问题 还可以是直接来联系文美集团 来联系询问万博士的 文美集团是享誉美国的华人教育集团 藤校申请大满贯 他们20年只做一件事 那就是为在美的华人子女 提供大学申请及规划服务 全美12家办公室7天营业 万博士领衔的朔博顾问团队 尽心为华人子女提供 最专业最诚信的教育服务 欢迎大家扫码或直接搜索 关注文美集团的微信公众号 美国文美 及时了解最新最全的美国升学资讯 如果想跟文美的客服互动 请在节目播出期间 扫描屏幕左下角的文美客服二维码 或者直接搜索微信号 文美集团的全拼音添加 小红书也可以关注并搜索文美集团 文美的资讯热线是 18888-789-0942 关注文美集团的评论 打不定 打不定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